联手拿双打后单打在争冠 海产姐妹花复制前辈壮举 11月30日 世平赛女单决赛 王曼玉以4比2击败孙颖莎 生涯首次拿到世平赛女单冠军 孙颖莎拿到亚军 而在此前 世平赛女子双打决赛中 王曼玉和孙颖莎刚刚以大比分 3比0完胜日本组合 早田希娜和伊藤美成 成功未免女双冠军 由于他们二人名字的谐音 分别是蛮鱼和莎莎 年纪相仿 在世平赛之前 二人都从未拿到过三大赛的女单冠军 本次比赛也将诞生新的世平赛 女单冠军 以及新的国拼三大赛冠军 二人之前 还携手拿下了女双冠军 分影杀更神奇 还拿下了混双冠军 在之前 国拼的历史上 多次有过两位女将 联手拿下女双冠军 跟着就在单打决赛 隔往相对的场面 邓亚平 乔红 王楠 李菊 王楠 张怡宁 这一对对闪耀的名字 王楠玉和孙颖莎也达到了这一高度 从他们的年龄来看 完全有机会 成为与上面的前辈 平起平坐的传奇 继续加油吧 台产姐妹花